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话我们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朱顶红的花期是多少天以及如何延长花期 其实朱顶红正常来说呢它花开在一个月左右 就是大概45天有的快一点是20多天 那有的话说那如何延长花期呢光照 你听我跟你说 花苞长到这么大的时候就不要晒太阳了 就尽量的减少光照 它这样会开的稍微久一点 还有一个呢保持水分 如果说你过度的缺水 以及过度的暴晒它可能七天就下了 明白吗 你在开花的时候呢要稍微保持一下潮湿温润 然后呢尽量的避免一下很热 避免一下强光的暴晒 这样呢你能够有效的去延长花期 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 不要大量的施肥了 花苞漏涩的时候就不要施肥了 就是你平常的时候可能七到十天左右 要来一次类似于花子多或者是营养液之类的 你基本上到这么大的时候先暂时停肥 先让它慢慢开就行了 如果说你肥料给的很多呢 它可能开的很大很艳丽 那些开花香的植物呢会开的很香 但你不用肥料呢 它可以大幅度的延长一下花期 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似的 就是略微冷凉一点吧 你像花苞像这样花的话 整体的打开之后呢 这个还不太明显 我给你们拿一个明显一点的吧 这个开的比较明显 就是像这种开起来了 大家的温度是越低越好 再有一个呢你看它有大量的花粉不是 你把这种花蕊给它揪掉 它类似于跟百合很像了 就是你及时把它揪掉之后呢 也可以延长几天的花期 明白了吗 你还是弄得好呢 差不多能开小两个月呢 这是一个小的知识点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百合也是相同的道理啊 就是你把那个弄掉以后呢 它就觉得有点像什么 就跟那个猫结扎 绝育是吧 猫绝育以后体重会上升 是一个道理的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一篇关于朱顶红花期是多久 以及如何延长花期的一个视频 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人 拜托车伯 嗨 嗨 嗨